2019年法蘭克福車前發布 臨武堅的旗下第一部運能超炮 SEAN FKP37終於來到香港 而且還在我面前出現 今天很感謝人氣集團和車主很慷慨地借給我們拍攝 臨武改車名其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系統 例如之前用過牛和蝙蝠取名 SEAN代表甚麼意思呢 原來它是用了博洛尼亞的謊言閃電的意思 寓意是它是旗下第一部運用到電作為傳統的車 SEAN是建基同廠的Avenador底盤發展二成 配合了6.5公升V12的自然吸引擎 以及一個連接著波箱的48V電摩打系統 這部車的運能系統用到超級電容 它比傳統的鋰電池更加輕 所以整個系統只是34公斤 運能系統可以在加速時提供加速力 同時又可以彌補在轉波時的動力流失 坐的時候就不太不舒服了 單是引擎馬力輸出都已經有785匹 封直扭力720Nm 再加上電摩打額外提供了34匹 所以綜合馬力達到819匹 原廠公佈0至100公里加速時間少於2.8秒 極速超過每小時350公里 暫時是能保最大馬力的街車 外觀方面車頭就有由概念車 不太知怎樣讀 我交給Google Terzo Millenio 帶過來的Y字形頭燈 車尾還有倒流的耕翼 綠盞六角形的尾燈 還有可以升降的電子尾翼 Ciana全球限量63部 2019年一推出的時候 車價要美金的360萬 就為2,800萬左右 一推出的時候就已經賣光了 可見這部運能大油的吸引力 都相當之大 究竟一部車價超過2500萬的車 在頭盔內裝過甚麼呢 我找過很多影片 都沒有提及到裡面有甚麼 今天就打開來看看 大家看到了 裝到的東西真的不多 頭盔都應該可以的 Ciana的車身顏色配搭 應該有很多款 譬如這部車的車主 選了車頭的全白色 一路漸變變變變變 去到車尾的深紫色 去到車尾的部分 其實大家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有四個孔 這四個孔是幫V12引擎煞熱之用的 過溫時它就會打開 其實我個人覺得 整部車的車尾 才是Ciana的重點 非常漂亮 有車迷擔心 混能超爆喉聲 會不會被之前削了 難得現在有部車 一開始試一試 現場廳 其實跟大牛 絕對是有能力的 大家可以放心 帶你來的 你的魅力的 氣 還會不會封斥 馬良 超級快樂 超級快樂 這是 有